華人動手做勞作 把破舊的家具還有皮包 再造成了美麗的藝術品 南加州就有一個手工的藝術創作達人 他在4月12號還有13號兩天 特別舉辦了黏土捏素創作與彩繪拼貼藝術展 推廣居家手工藝製作 不只是響應環保回收 還能夠增進親子間的感情 美化自己的家園 很歡迎美國的華人朋友 可以踴躍的來參與 力氣一整組美麗的蛋糕塔 五顏六色繽紛又美麗 仔細看每一種樣式 不論是餅乾或小動物 都是栩栩如生又可口 然而不說不知道 這些全是由小朋友親手製作 只能看不能吃的麵包花黏土作品 而且完成之後只要自然風乾 不必經過窯烤 就是美輪美奮的家具藝術品 這一些Cupcake是由我們8位小朋友 合力把它組成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叫做 Bateclay是奶油土 它是模擬蒸的奶油 但實際上它是黏土去做的 那孩子從這裡面 學到的是一種色彩的組合 我跟教授製作用的 它有天使的天使 這次也會一併展出 民眾只要利用各種彩色紙張 發揮無限想像力 就可以把包括皮包 盤子 椅子等 各種老舊的回收物品 轉變成為獨一無二的彩色藝術品 而且不論大人小孩都做得到 它不一定只有在盤子上 可以做任何東西 它可以在木器 鐵器 甚至任何你看到布的方面 任何東西你都可以有自己的東西做上去 玉教娛樂的黏土和彩繪藝術展 4月12號和13號 本週末在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展開 歡迎喜愛居家美化的大人小孩 全家一起來親子同樂 不只增添生活樂趣 也學習製作美麗的手工作品 請你們來我們的展覽 東新聞用至彭迪英雄文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